大家好,我是青木 我们这里这会儿又出大太阳了 今早夜里下了很久的雨 雨非常大 早晨的时候路面地板都是湿漉漉的 这些多肉的叶片上还有很多雨水 这样温度比较高的天气 连续连续的下雨 大家最好是做好防晒工作 之前有好几位网友说到一个江苗的问题 那个苗啊,它不长了,是怎么回事 我这里刚好有一盆这样的 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遇上这些情况也很好处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谓的江苗就是这个苗 它不长,它也不死 这样耗在那里 就像《道德经》里面说的 不生也不灭 它也许是在修仙吧 我们要打破它这个平衡 让它回归到现实中生长,修行 这一颗3D玫瑰就是江苗的 它一直是这样 从年前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们这里雨水太多了 这颗淘蛋是我之前换盆的 原来种在那个大盆里面嘛 换来这个小盆里面,放在架子下 看它能不能缓过来 我把这一盆江苗的拿过来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 下面的根系特别乱 还有一些根系是长在外边的 张牙舞爪的,特别难看 而且它也不展开,也不生长 江苗的可能性常见有两种 一种是它这个根太乱了 扎在里面,死掉了 我们没有修根,就上盆 还有一种是土不行 土特别干,没有水分 看看我这一颗翡翠冰法师 大家看一下这个根 这个根很老了 有一年多 这一颗是我去年春天买的 到了现在才长这么点大 大家就知道了 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才这么小的 一年时间这种法师系列的 可以长成很大一个大手棚了 像我这个它就没长 通过这个杆子 这样木制化大家也可以知道 这个是已经度过夏的 度过一个夏季 所有的法师它度过夏以后 这个杆子它就会变得这种木制化 我这一盆是因为土不行 因为那个土我掺了一些煤渣 还有一些那种很干的东西在里面 而且也不怎么浇水 所以它一直没有发根 买回来以后 它那个根一直也没怎么长 刚好我又是丢在淋不到雨的地方 那不是今年春季吗 我搬出来搬到架子上 给它重新换了一些保水的土 在大水浇灌 到现在它就展开了 以前是那种很小很小的 根本就看不出来 大家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是刚买的小苗呢 说到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经验 看我前面这颗法师 这颗法师它的木制感就特别出 从最下面一直到顶部 都已经木制化了 像这种就是有两三年的时间 这样一个老庄 刚才那个一半木制化 还有一半是嫩的 也就一年时间呗 再看一下这一颗最化的多肉 记忆东云 这种小的满意 看过去就是没有够一年 也没度过下的 这颗是我春季才买的 估计是商家去年秋季的时候 它砍头砍下来 然后扦插在里面 繁殖出来这么一颗 这些长得比较快嘛 到了春季它又卖给我们 看看这个老庄子 这个老庄子是东北人 是我从之前的那个主杆上 砍下来的一只 牵插在这里边的 这根老杆子又比较粗嘛 它有四年时间了 我家最开始养多肉 讲的就是东北人 还有黄利 还有那些玉露啊 我妈她比较喜欢那些玉露 以前买了不少 我呢就不太喜欢玉露这个品种 看看这些杆子 这些已经是牵刀乱刮了 我就砍嘛 不断地砍来繁殖 回归正题 说一下江苗的问题 大家仔细看一下 它这个根是不是都长出来了 很乱 它通过这个根长出来 吸收水分 因为它底下那个根啊 它已经吸收不了了 这种江苗 一般是我们没有修根 就上盆导致的 正常情况下 不需要刻意去修根 出现这种情况 多数上是这个根 它一大坨 我现在挖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这个根没有 这个根它是以前刚买回来就这样的 以前买回来这里是比较黑的嘛 也比较干 它那种根已经坏死了 我们没有给它捋干 就直接种下去 像我们网购回来的多肉啊 它下面不是有很多根吗 它一大堆积在一起 它已经坏死了 干死了 像这种情况 我们要把它那个根啊 全部给捋干净 因为里不捋干净 它一大坨积在那里 它新根又发不出来 因为又占着那个空间嘛 这样堵住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像这种情况 我已经遇到两次了 这是第二次 我们把它清理干净 那些毛细根 该拔的给它拔一下 捋一下 捋清楚一点 看着也清爽一些 后面它那个根啊 会重新长出来 等它新根长出来以后 这个多肉就回复正常了 相当于它要重新浮盆一次 那些法师系列的 大家不要用太干的土 如果土太干了 大家得清浇一点水 其他品种的多肉 对水分的需求量比较少 只要土不是太干就行 基本没什么问题的 等它浮盆展开以后呢 你想怎么控就怎么控 不给它浇水也行 就按正常养护嘛 我重新上完盆 把根捋完 还是给它放在原来的地方 我们尽量放在 吞风比较好的地方 这样它那个根啊 不容易烂 只要温度不是特别高 你浇水也没关系的 等它生根浮盆就行了 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吧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再见 再见